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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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阿玛 年书员并非主动卫道 无论太子妃 您选谁 我心中只有年书员一个人 皇阿玛 年书员与儿时说 如果有机会 等她脚伤好了 她愿与贺兰再进行一场公平的比试 求皇阿玛成全 爱妃们 你们怎么看啊 皇上 臣妾觉得理应给年书员一个机会 比都比完了 怎么给机会啊 这样做会不会对众大臣之女 不太公平啊 事出有因 皇上 不如择日再选 如何 择日再选 谢皇阿玛 恭送皇上 年书员 参见太子殿下 参见太子殿下 你怎么 在外面呢 婢女 只是闲来无事 出来晒晒太阳 你明明就是在躲着我 婢女不敢 婢女紧急太子殿下救命之恩 救命之恩 我不会随随便便地 就救一个人 婢女做牛做马 也要还太子的恩情 年书员 你出尔反尔啊 我没有 那天 在井里 你不是把我抱在怀中了吗 小姐 婢女失疑 请太子殿下恕罪 年书员 你在玩弄本太子的感情吗 当日 太子殿下又何尝不是用假死 来欺骗婢女 那是因为我想知道你在不在乎我 你慢点儿 脚刷还没好吧 来 小心 行 你我尊卑有别 请太子殿下自重 怕什么 被看见了又怎么样 年书员 你不相信我是真心的 对吗 是的 所以希望太子殿下不要再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好 你知道我在你身上浪费了多少时间吗 并你不想知道 从十三岁那年看到你不顾危险冲去救你哥哥 还有你进宫时所挑的剑舞 谈论国家天下 还有到此时此刻 太子 你知道我为什么放作不羁吗 因为你是太子 不 那是你们看到的那一面 还有你们没看到的那一面 我霸道强势 是 但我的那些 又有谁真正地去了解过 在这皇宫里 我就只能勇敢 你也是真正勇敢的人 所以我喜欢你 所以 如果说这是浪费 我愿意用一生 浪费在你身上 太子殿下 可找着您了 什么事 皇上让您 去一趟御书房 过去吧 那你好好休息 好好景仰 嗯 杜鹃 走吧 是何人惹姐姐生气 你来干什么 来嘲笑我的失败 我发现你真可悲 我可悲 你明明说过 不会和我抢太子的 我之前 从未想过 要和你抢太子 可你还是做了 姐姐可听过一句话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威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这话什么意思 姐姐心里应该明白 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 若不是你 我想我不会知道 太子到底有多爱我 错过他 将会是我一生的遗憾 你走 我不想看到你 姐姐 姐姐 JHalan参见惠妃娘娘 哎呦 怎么一日不见 你就憔悴成这个样子啊 来 快 快坐下 kry万尼 担叹一 给贺兰小主瞧瞧 喳 走 发生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若本宫是你 一定不会心慈手软 留下后患的 可是娘娘 贺兰真的下不举手 成大事者 该狠的时候必须得狠 对别人的孤息 肯定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知道吗 可是贺兰 你这孩子就是心太软了 娘娘 贺兰想放弃了 贺兰太累了 傻孩子 你不想当太子妃了 贺兰想 可是太子她 你不用管太子 现在对你的态度 只要你想当上太子妃 你就记住 本宫 一直都会在你的身后 帮助你的 娘娘 太医来了 传 参见贿妃娘娘 给贺兰小主看一看吧 喳 咱们 现在怎么样了 回娘娘 贺小主是因为肝火旺盛 所导致的急火攻心 老臣给贺小主开上一副 清热俱火的药 收出肝气 清清血热 就无大碍了 好 下去吧 喳 你回去好好养着吧 你记住本宫刚才说的话 本宫会一直在你的身后 帮助你 支持你 谢娘娘 是吗 娘娘 奴才给您端燕窝去 娘娘 您的燕窝 娘娘 您何苦对贺兰的丫头如此之好啊 您有所不知 贺兰这丫头要是利用得好 就可能成为一枚有用的棋子 奴才愚钝 可是据奴才观察 贺兰也不是轻易受人摆布之人 你多虑了 过去她确实是不好被人利用 可是现在她的心思都在太子身上 所以只要本宫多花一点心思 她就会乖乖地听本宫的话 倘若贺兰成为太子妃 会不会脱离您的控制呢 放心 她要是敢背叛我 不但她自身难保 整个瓜尔加氏家族 都会遭到灭顶之灾的 贺兰一心想成为太子妃 很大一部分压力 来自于石文炳 可这石文炳一旦控制了她 那娘娘您岂不是白忙活了 区区一个石文炳 不用放在心上 这贺兰即便是嫁给了太子 你两个人脾气秉性 也会生出事端 要是皇上因此而废掉了太子 那我的印蹄 不就有机会登上王位了吗 娘娘应名 娘娘应名 来 快坐下 快坐下 参见荣县公主 谢荣县公主 不用行礼了 你都受伤了 快坐 谢公主 你也起来吧 谢公主 我知道你受伤了 特意熬了一些三玉的汤药 月音 赶紧趁热喝了吧 谢荣县公主 太美了 有的 可爱挺爱的 心wel 我的脚怎么了 我的脚都快好了 听说现在御花园的紫薇花 开得可好看了 我们出去逛逛吧 可是你 真的 我的脚都好了 你看 都差不多了 而且要多锻炼才能好得快嘛 陪我去吗 走吧 慢点儿 好点儿了吗 不行不行 肚子疼 你们先量一下 我马上就回来 我马上回来 我自己可以 不要跟着我 不要跟着我 公主 公主最近还好吧 你呢 我还好 文审公主怎么样 皇妹最近还是不愿意理我 等过些时日 文宪公主情绪稳定 我亲自前去谢罪 可是她现在连我都不见 你去了她能见你吗 等太子妃选庭结束 我就恳请皇上赐婚 公主请 公主请 伤口好些了 参见执君王 有伤在身 无需多礼 小心 婢女师姨 请执君王恕罪 本太子的女人 是大哥你能碰的吗 二弟 淑源方才差点跌倒 我不过是想扶她一下 扶她 你不是想扶她吧 你是想轻扶于她 太子 请你说话注意分寸 我哪里说错了 你若没有非分之想 为什么不带你的王府待着 就算我有非分之想 年淑源尚未婚配 我终求于她又有何不可 大哥 这么说 你是要跟我抢书园了 太子大可以这么认为 本王先告退了 军事的月薰吉不为一提 倒是颇为丰富 看不出军事的喜好啊 随意抄写 只是为了消除心中之杂念 心静 则智生 心动 则语气 月心是一种心灵安宁的境界 空灵清澈 天人合一 是发自心底的喜好 生和安行 乃 同心所欲 不愚拒 居士的同心所欲 并非碌碌无为吧 同心所欲 乃我心光明 正大光明 信得福生 拒是患 此生何处 不逍遥 千金换酒 游天下 此生 何处 不逍遥 蒙古世子乌尔滚 书惠公主 敬见 参见皇上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参见太王太后 太王太后千岁千岁千岁千千岁 姑母啊 从蒙古远道而来甚至辛苦 快快请起吧 都是自家人不必客气 快起 快起来 谢谢皇上 谢谢皇上 看座 淑惠啊 这哪个是咱逍遥善战的乌尔滚呀 祖母啊 两朕才上一才 这个孩子 皮肤虽然有些幽黑 但是眉宇之间 有一股霸气 细微触看 神色与姑母颇为相似 应该就是她了 皇上英明 吴尔滚哪 太皇太后叫你 还不赶快过去 快坐 阿娘别介意 这孩子在草原长大 自由惯了 不懂礼数 怎么能介意呢 多好的孩子呀 一表人才 哀家太喜欢你了 太喜欢他了 吴尔滚虽然皮肤幽黑 但我可是我们草原上 最骁勇善战的 你哪个姑娘嫁给我 都不会吃亏的 这位是 她是君王的三公子 见过太皇太后 桑丽达参见太皇太后 也是个好孩子 瞧瞧 瞧瞧这模样 也是英气逼人哪 我二哥就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 但我也会努力的 快起 快起 好好好啊 自从书惠嫁到蒙古 两帮之间一直保持着和平的关系 黎明百姓安居乐业 书惠可谓是功不可没呀 好 额娘命赞了 姑母啊 您此次前来 为吴尔滚求亲 和亲的公主 朕已经有了人选 姑母就好好地在宫中玩上几日 等待大婚即可 既然皇上为吴尔滚选好王妃 那书惠就多留几日 好好游玩一番 好 好好陪陪哀家 对 南九宫啊 传朕旨意 明日设宴 为书惠公主 接风洗尘 这 听说书惠公主带着世子 从蒙古前来是为了和亲 武家驾我兮天义方 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穷庐为士兮 沾为墙 乙肉为石兮 烙为江 居长土司兮 心内伤 愿为皇狐兮 归故乡 不知公主赢的是 我赢的是汉朝的细军公主 远嫁乌孙后 于悲伤中所作的歌 平民百姓都会羡慕公主 身份尊贵 可其中的无奈 却是旁人所不知道的 公主和亲大多出于政治目的 所以很多的公主一生不幸 早逝的也不计其数 公主莫要犹伤 皇上是最疼爱公主的 定是不会将公主和亲在外的 无论是哪位姐妹驱和亲 都是我不敢想象的 月音 我虽然贵为公主 享尽荣华富贵 可我也是最无奈的 是不是 马夫 怎么回事 马夫 这马怎么了 怎么不走了 马惊了 不走了 看看去 这该如何是好啊 小的也不知道怎么办 谁那么不长眼 敢当小爷子路 大胆奴才 竟敢公然辱骂大清公主 你可知罪 公主 我管你是公的还是母的 挡路的 你还有理 不得无理 三里达 在下巴林部世子乌尔管 敢问马车里坐的是 哪位大清公主啊 蒙古世子 马车上坐的 是我们大清的荣县公主 荣县公主 公主 刚刚我三弟多有得罪 还请公主不要放在心上 只因我的马受了惊吓 所以才挡了世子的道 还请世子见谅 仙女 你是荣县公主 正是荣县 快走啊 公主 可是马不听话 行 好 行 行 行 公主 上车吧 好 好 кв 公主做好了 多谢 听说蒙古那边都是吃生肉了 是啊 哥 永县公主 我们世子要给你喝一杯 我们公主的身份 岂能和你们这种人喝酒 黄妹 黄妹不得无礼 黄姐没事 我呀 就是讨厌你们这种人 什么蒙古世子 什么草原大英雄 看看你的样子 脸上脏兮兮的 闻起来呢 还有一些臭臭的 一点也不喜欢你们 你 丽达 黄妹 丽达 在别人家做客呀 要懂得礼貌 不然公主殿下 可是会拐着弯骂我们的 卖你们用紫燕 这 容宣公主 可否赏脸 喝杯酒 喝啊 世子 这酒我替公主喝 啊 怕你们啊 一群天天洗澡的男人 一点男人味儿都没有 年 年那羊别怕打他们 别惹事 行了行了 干什么呢 皇上驾到 祝父 儿臣 参见我妈妈 太皇太后 都平身吧 谢皇上 各自入座吧 宴会开始 我一位 我一位 我走 我看他 我看他 我们现在サ陆 我说 我 我 我 姑母 好不容易回来一回 又改善了端午佳节 众皇子与公主们欢聚一堂 朕甚是欣慰 来 我们供饮一杯 参见皇上 平身吧 今日是端午佳节 朕特意下旨安排了一场摔跤比赛 此摔跤比赛是有点特别的 需要众皇子与世子猜一猜看 大家也看到了 这边呢 是一个健硕的成年男子 那边呢 是三个小孩子 到底双方比赛谁会赢呢 猜一众者 朕有众赏 我猜呀 一定是那个大人赢 皇上 你也太能开玩笑了吧 这还用猜吗 无妨 你这 闭嘴 你这 闭嘴 博尔馆 你说谁会赢啊 启禀皇上 可否让这个壮汉 以及三个小孩 分别搬一下院子里的 那张石桌 朕 把桌子搬进来 来 来 那小小孩 你们先搬 来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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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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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啊 皇上 显而易见 肯定是这个壮汉子赢 朕想问问其他阿哥 你们怎么看啊 皇阿玛 儿臣以为 壮汉胜胜算更大 毕竟实力悬殊啊 是啊 皇阿玛 这壮汉 看似力气大得很哪 皇阿玛 儿臣也以为 这个壮汉会赢 哦 认真 你看呢 回皇阿玛 儿臣拿不好主意 太子你说说 皇阿玛 儿臣本以为 壮汉会赢 但听年庚姚义说 是有些动摇 年庚姚义说说看 回皇上 臣斗蛋认为 这三个孩子会赢 情世分带一人 渐渐变不忍 安逸无声 迷色 拂过了 清晨 有缘 吹角 宫门 谁人 默默 听闻 爱过一抹 红尘 华五成蝶 清白 凋零 我自忍 低功 无非 错退 在梦里 试魂 窒息 怎怪 年轮 独留一生 情恒 情恒 自多 几本 一梦 人 尘 独手 难 逼 试人 恩 心 自吻 你爱我 勇 于 几分 如若一生 却终究 白发 掩盖 青丝 辜 眼神 愿 天 有人 无奈 星辰 拒留 一道 红温 恩 听又深 绝口 不停 悔恨 虚度 青春 看流年 回想 水晶 风轻 当时的 我们 一笑 清晨 华盛 喝 三 水晶 山 红尘 天 和水晶 二片 明天 一共无非错对在梦里试魂 这戏怎怪眼泪 独留一生 情恒自多几本 一无人承 不守难地诗人 人心自问你爱我有几分 如若一生却终究白发 掩盖青丝辜负了眼神 愿天有人 我爱心神举留一道空门 宫廷有声绝口不停悔恨 虚度青春 看流年回想 谁经风情当时的我们 一笑清晨 一目人承 不守难地诗人 人心自问你爱我有几分 如若一生却终究白发 掩盖青丝辜负了眼神 愿天有人 我爱心神举留一道空门 宫廷有声绝口不停悔恨 虚度青春 看流年回想 水晶风轻当时的我们 一笑清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